应该照着咱们这个抄应该也会抄吧 会抄吧 没有人说不会抄再买了吧 在我的课堂资料中有一个评优购 这是咱们从昨天那地方复制过来的 站点新建站点 评优购二 然后选择选择刚刚这个复制过来的文件夹 评优购 选择保存 新建一个文件 这时候也不用新建了 右边有站点了 直接打开就行 双金银带可打开了吧 打开 咱们要做底下的了 稍微跟上面离开一点 写个故事 咱们这地方要做的 首先是一个广告区域 是吧 一个开始一个结束 然后在中间 怎么看 要做中间这部分区域 首先是不是还是一个百分百的一个大盒子 还是一个百分百的大盒子 所以咱们在外面又是咱们这个容器 又是这个容器叫做WIP 对吧 接下来是中间的板心 是不是 接下来是板心 你不要把这部分内容也当做板心 这部分内容先不要管它 行吗 先不要管它 然后中间板心咱们有DIV class等于 昨天定义好的content 然后咱们说左边和右边呢 也没什么需要这个特别修饰的 就是吧 最左边和最右边 所以咱们在这个容器上面不用加别的类名 因为它跟别的这个容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这个content呢 有特殊的地方 是吧 里面内容不一样 所以咱们给它取了个名字 比如说这个就叫banner部分 接下来就是 左边 这是一个分位列表 是吧 中间图片 右边是一些快报 是吧 所以咱们是不是左中右三个盒子呀 咱们就是banner-left 是吧 这样写可以吧 然后呢 banner-center banner-right 是不是三个盒子呀 能看懂不 可以 三个盒子啊 这三个盒子是不是都要浮动的 所以咱们接下来就往这个index里面写了吧 这是banner广告区域哈 首先是点 嗯 banner 然后它下面的点 banner-left 要向左浮动 是吧 要向左浮动 其实呢 咱们在cormon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样式叫做fl和fr的 对 如果咱们想要浮动 是不是把这个fl和fr加进去就行了 把这个类名加进去就行了 所以咱们在这呢 加一个fl吧 中间这个呢 大家看 咱们中间 中间这块到底是向左幅还是向右幅 向左还是向右啊 向左吧 你给它向右幅行不行 你向右幅它是不是跑最右边去了 右边这个你给什么 你再给向左幅 你那顺序是不是就乱了 所以 咱们说了 中间的部分 你就跟着前面的向左浮动 是吧 所以第二个咱们给的同样是向左幅动fl 后最后面这个你可以向左幅也可以向右幅是不是 最后的你就让它向右幅 咱们就省得定义中间那部分了 是吧 然后咱们一部分一部分来啊 你先把幅动给好 咱们说布局是不是先是大盒子 div div 先把这个上下盒子先摆好 然后再摆里面的盒子 里面盒子一摆上以后 你是不是赶紧再给浮动 要不然一会就忘了呀 先给浮动是吧 给完浮动以后 你再给这小盒子里面写内容 记得这个步骤了吗 然后咱们左边 左边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了 ul li 是不是 在这里头就要有A标签对吧 像这些东西咱们点击是不是都要能跳转呢 然后看第一个 家用电器啊 方面不玩虚的 我就直接底下的都复制了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好 F12 出来效果了吧 出来效果了 出来效果以后 咱们首先这盒子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宽度 然后有一个背景了 所以咱们给它修饰啊 这个是要有一个宽度和背景的 背景先复制一下 然后宽度 二百零九 咱们昨天在上面做的时候 二百零九是不是变成二百一了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也设置二百一 谁是二百一 我看见咱们修饰哪个标签应该 哪个能分清不 是不是有点分不清啊 这样能不能分得清 修饰谁 咱们从这能看出来 咱们量的这部分不就是左边的部分吗 是不是啊 那是不是给左边这个盒子来修饰它的呀 谁是左边的盒子 Banner Left吧 如果你这样看不出来 咱们会不会写入是 这个WIP咱们就是那个大容器吧 你就给它写个名字啊 写个注释叫大容器 中间这部分你分不清 你就给它写注释叫什么 这叫板清吧 然后咱们再看啊 再写注释 这个是咱们中间的 这叫广告区域的左边 是吧 你一步步一步写上这个注释 是不是就能分得清了 广告区域的右边 都写上注释以后呢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咱们要给Banner Left 设一个宽度了 宽度是210个像素 然后有一个背景颜色 咱们刷新 是这样一个效果吧 有了以后 咱们再修饰里面的内容了 里面的内容大家看 咱们的这个列表 首先 你最直观的是看见哪不一样 文字颜色是不是 那咱们就是Banner Left 下面有个 对UL UL底下有个LI 怎么能在这修饰颜色不得 还不行 这颜色应该给哪个标签 A标签 一定要找准 白的是吧 然后咱们再对比 还有哪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是吧 看见他这大小有多大 14个像素是吧 所以咱们在这是不是再设一个方的size 14是吧 稍微好一点 然后再来 还有哪不一样 先看哪个间距不一样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左边间距不一样 左边间距有多少 11个像素 咱们给10个啊 给谁 大家能大致能想到 要不然就给LI 是吧 好 我现在问大家 这地方咱们可以看到 底下它是不是有一个效果了 即使鼠标放上来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问大家 咱点这儿 它要不要跳转 这地方 那我点前面这个白的部分 要不要跳转 也就是前面这白的这部分 是不是也是A标签 那么如果咱们给LI 把这个区域加上以后 这地方还是A标签吗 padding啊 给LI加完padding以后 也就是说 LI里面的内容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所以前面这部分内容 是不是就不算A标签了 所以咱们给LI行不行 也就是说前面这部分 也应该当做A的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 把它当做A标签 左边的间距 就是内部的间距 是吧 所以咱们应该给A标签加 是不是啊 是这样吧 然后咱们发现A标签呢 加完padding 他也并不会把盒子撑大 为什么 因为A标签是个行元素 本身自己就没有宽于高 然后再看 是不是这个上下的间距还不一样 好啊 上下间距的话 大家肯定是特别喜欢使用这个Lanheight 是不是啊 所以 咱们就得量一下吧 杭高是不是这个样子量 这是31 那咱们就给个30 是吧 Lanheight 30 然后刷新 有了吧 有了啊 有了以后 咱们说 其实咱们应该还看一下上边 会不会合适一些 是吧 但是呢 这时候咱们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样一看 你是不是看起来也没那么别扭啊 所以就这样就行 接下来是不是 它右边这个还不一样啊 右边有个图标啊 那么这个图标大家看 它是A标签的还是Li的 A标签的吧 你想想 咱们点这个按钮 要不要跳转 如果它在Li里面 和A标签是同级的 不在A里面 你点击它还能跳转吗 不行了 所以咱们应该把它包在A标签里面 也就是咱们A标签 这个家电用器的后面 应该有一个 这个咱们有字体图标了吧 这个字体图标 咱们这个要做的是右键头 是吧 icon font 然后是icon杠 右键头吧 走你 有了吧 有了 然后它应该在最右边 怎么设置 它应该在谁的最右边 貌似是Li的最右边 但是它现在在A里面吧 那咱们得是不是看一下A到底在哪 你会发现A就这么大 它怎么才能跑右边去 有同学说加宽是不是 A标签加宽 有没有用吗 首先是不是得Display转呢 行元素你给它加宽 没有用吧 咱们得转成行 快元素或者行内快 才能给它加宽度 是不是 那咱们先转 也就是A标签咱们先 Display Block 是吧 然后再刷新看 这A标签宽了吧 然后 你是不是不用加宽也行了 快元素末日是不是会计程负元素的宽度了 所以不用加宽也行了 这时候咱们再让这个 放到这个这个什么 自己图标往右边去 是吧 怎么往右边去 修饰 Icon Font 然后怎么修饰 怎么才能让它到最右边去 怎么修饰 又浮动 对不对 也就是咱们这个A底下 有一个I标签并且叫做Icon Font的 那一个是吧 然后给它向右浮动 去最右边了吧 去了最右边以后 咱们看 人家这个也不算是贴着边边上的最右边 而是应该有一点点间距的吧 那咱们是不是给这个I标签再加一个间距 11个像素咱们设置成10个 Margin Right了吧 10个像素 走你 回来了吧 这个时候 咱们再把 再把这东西呢 复制一遍 这个底下的都白写了 咱们再 234567891012345 好 都有了吧 这是吧 然后左边是不是就做好了 是吧 左边就做好了 然后咱们看中间的 左边有没有问题 哎 茂斯有点问题啊 人家这个白色 手标放上来白色的这个 还是不是还没做呢 嗯 咱们应该鼠标放到这个A标签上的时候 哎 哪去了 这个 鼠标放到A标签上面的时候 咱们应该加一个背景 是吧 哎 不是 咱们这个冒号有问题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只不过人家的字体又要变成红色是吧 这是个什么红 这是个桃花红 也就是咱们鼠标放上来的A标签上的时候 A标签的背景变成白色 然后他的这个肢体颜色变成红色是吧 是这个样子吧 但是我观察到人家这个 这一地方它是纯白的 是吧 啊 也就是他这个I标签还应该是什么 白的 所以呢 鼠标放到A标签上面的时候 他儿子叫IconFont的那一个 Color还应该是白的是吧 是不是这个效果了 哎 就这样一个效果啊 大家看看咱们左边讲呢 大家还有没有疑问 哪有个边框 哪有个边框 这不要管他 这是设计师的失误啊 这个是设计师的失误 你想想他怎么做的 能做成能能做出左边有个小边框来着 这东西他是这是他的失误啊 这不能这不能算是 咱们做的时候不做这个边框 行吧 咱们就应该是红蓝白色的 不要做这个边框了 好吧 你觉得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做 还有吗 还有没别的疑问啊 没有了 没有咱们就把左边讲完了啊